你好 欢迎收看3月6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贵 台九县瑞北段安全景观大道 短短半年内就发生三起重大死亡车祸 再度引爆地方质疑设计不良的声浪 公路局第四养护工程处也不得不正视 计划要沿着中央分隔岛两侧加装护栏 加强道路交通的安全措施 从拓宽建置期间到完工通车至今 台九县瑞瑞段这一段安全景观大道 地方质疑设计不良 要求改善的声浪从未间断过 地方所会也曾会刊建议 在中央绿带征设路原石区隔 公路局第四公务处提出说明 但是原石就是现在在市区道路 我们看到了那个钢板那个中央路级带的那个原石 那个混云图高度大概25公分 就大概比这样子高一点点而已 也就是说你的车子开过去的时候 我的钢板污染的安全度会超越这个 为什么不选择这个工法 是因为这个是属于安全景观大道 但它中央路级带稍微宽一些 它上面的景观配置 它已经有学者专家在这边 发费了很多很多的心力 它也得过国际的奖项 它衣服的一个国际奖项也都拿到了 那在三月二三号我们也请到两个景观的委员 但我们建议说你这个部分就不要动 因为一动的话所有的指甲全部要重来 然后它的发挥金会会更高 会比刚刚只做钢板污染更高 当初以安全景观大道作为道路拓宽主轴 设计8米宽的中央绿带 然而车祸事故频传 车辆不慎冲撞绿带上的路数或电感致死率超高 甚至被誉为是人车地域道路 公路局第四养护工程处也不得不正视其严重性 钢板污染通常我们设置在山区路段 或者是在路侧有一个比较高的落差的地方会设置 或者是在高速公路全线几乎都会设置 这样的一个污染的设施 那我们也把这个标准提高 那教授也告诉我们说虽然你符合规范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当用路人不小心失控的时候 他开车开到离开马路了 那有一个观念叫做容错设计 如果我们开车不小心 失控状态旁边有一个 这样65公分高的一个钢板污染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所谓车子的保险杆的位置 在这个钢板污染的设置 我们希望说把所有的杆件 包括树、桥木 在东东哥岛上面的树都可以有一个保护 透过这个钢板污染来施作 公路局第四养护工程处长林文雄 事工处玉里段长陈锦阳 透过现任国地方基层座谈会上 投析说明 在学者专家及成本效益评估的共识下 比照高速公路防撞栏杆的模式 替代地方设置路员时的建议 处长林文雄也进一步表示 计划重复原到瑞税段长达8公里的中央绿带两侧来设置 预估将会花费1亿多元的预算经费 若没有问题 希望能够赶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记者是预兰瑞色采访报道